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Loden品牌的O-22 那么这个O筒形在Loden里面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筒形 那么在关键的数值上面 比如说面板的最宽处呢 它是达到了这个42厘米 我们知道通常我们所见的标准的41寸Jernot这个筒形 它的面板的宽度只有40.5 所以说我们这个O要显得更加大一些 它就像葫芦一样的 非常的圆润 这也是Loden有代表性的这个筒形之一 那么相比呢 它也比它的F筒形要大一圈 那么在整个琴上 它的有效线长上线长到下线长的距离呢 是65厘米 那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O-22的这个配置 它的面板呢 采用的是Solid-C的红松的这个单板 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Solid-Mahogany 采用的是桃花心木的背侧 那么情景上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是采用的桃花心木 加风木五片式的这个一体近切的情景 纸板这个黑色的材质呢 叫乌木 Ebony 看一下它的琴码呢 采用的纹路非常特别的这个舌纹的这个木头 在它的阴孔呢 采用的这个阴孔的花环呢 同样是石木的镶嵌 整个琴它的厚度呢 相对也会比较厚实一些 Loden的这个鞋钮呢 采用的是金色加石木的这个鞋钮组合 它的包边呢 采用的是Figured Maple 火焰纹的风木包边 其实在很多琴的制作工艺上 很多品牌的创始人呢 是更加喜欢类似于桃花心木这样的声音 它们的声音是典型的 有代表性的 是温暖的 有穿透性的 尤其我们这个红松的面板 搭配这样的背侧 产生的音量也是巨大的 尤其在我们这种桶性的驱动之下 我们在阴孔看呢 它是有两片石木 里面的这个一片的石木 是作为阴孔的里面的一个加强和装饰 那么这个型的阴孔的调节处呢 相当的隐秘 需要我们把手伸进去 靠近接饼的地方 在这个的上方 那么护板呢 也是采用Loden的这个有代表性的 这个透明的护板 采用哑光的油气工艺 整个琴在红松和桃花心木的搭配下 显得相当的古朴 那么最后 让我们来听一下 来自于Loden的O-22的声音吧 我来自于Loden的O-22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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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来自于Loden的O-23的声音